字幕提供 面上的掌握先來請教張總 好的 大盤今天漲7點8334 我想每一天盤市總是漲漲跌跌 那你會迷失的方向 通常你會看到很多評論 都是鬼扯的 我想我就舉一個很簡單的評論 來跟大家做說明 大陸最近把他們的這個金管會 我們台灣叫金管會 他們叫證監會 就是管理證券期貨的主管機關 這個主管蕭鋼把它換下來了 換一個人叫做牛氏瑜 來 我們看今天的蘋果日報 我們蘋果日報也報很多大陸的新聞 蘋果日報說蕭鋼下台 入股大漲2.4% 慶賀 慶賀這個叫做牛氏瑜 諧音叫牛氏瑜 牛氏有餘 通常我們說熊 熊因為往下走 這個四個腳在那邊走 我們形容它是股市是往下的 如果是牛 牛兩個腳往上衝 所以牛氏就代表多頭 熊氏就代表空頭 這台灣的婚姻師考試考過 牛氏 熊氏代表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說牛氏 華爾街有一條金牛 華爾街那邊也放一條金牛 代表說希望股市欣欣向榮 所以這個人牛氏瑜 有人把他寫言叫牛氏有餘 所以這個大陸股市要大漲了 蕭鋼下台了 蕭鋼做不好 這個牛氏一上來 大陸股市就會大漲了 好 那如果這個解釋是對的 那今天蕭鋼又要上台了嗎 牛氏要下台了嗎 那為什麼上來股市又跌下來了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 穿著互惠的說法 剛好今天股市漲 拿一個東西把它套上去 因為什麼要誰上台誰下台 這都是鬼扯的 這沒有依據的 台灣跟大陸其實都一樣 現在都照制度走 制度設計是這樣就這樣 誰上台都一樣 你要跟著制度走 你不可能自己搞一個法令出來 所以跟人上台下台 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說股市裡面有 常常很多穿著互惠的說法 那你要把這些東西秉出 你如果看到有人這樣講 那你就是他沒有爭彩思學的 在那邊鬼扯的 來 那我們看到昨天 浩鼎解盲之後沒有成功 昨天浩鼎跌停版 當然跌停版解盲沒有過 市場滑爛 浩鼎由1157億的股本來解盲 昨天一個跌停版下來 當然跌停版之後 今天報導浩鼎的董事長張念慈 他說要自己來套藥包來護盤 當然看到這個新聞 我們不曉得怎麼來評論他 你把市值搞那麼高 1000多億來這個解盲 結果沒有過 當然很多跟跌停版一定會下來 你自己來掏藥包護盤 有用嗎 好像是這個 你之前都弄一個大窟窿了 你可能掏空很多資產了 我舉例 掏空很多資產了 被人家發現了 被調查了 我捐一些給公家機關 給慈善機關 無際儀式對不對 所以我看這個新聞 我是不以為然 當然我們回頭過來看 今天的生計股 說真的有沒有受到它的影響 受到它的影響一定是有的 那有沒有一些生計股 開始好像脫離浩鼎解盲的這個利空 開始在走自己路了 有耶 臺灣體積能攻上漲點板 昨天浩鼎解盲下來 一根黑客棒 今天把這個黑客棒完全吃掉 拉一個漲點板上來 所以表示浩鼎解盲的利空 對它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所以你要注意到生計股 並沒有因為這次浩鼎解盲 好像全軍覆沒 沒有 那我們看智晴 昨天一樣一個利空下來 今天 昨天是拉紅棒 今天又拉一個紅棒 幾乎把這個缺口給補掉了 所以表示浩鼎的利空 對它也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我們說後面生計股 慢慢的好像會走出自己的路 所以浩鼎的影響事件 好像也沒有像之前基亞那麼嚴重 這是對臺灣的生計產業 是一個很重大的事情 我們應該正面來看待 所以後面再經過一段時間 我還是考慮會回來做生計股 暫時我不會再介入了 我之前做生計股什麼時候 我這一次並沒有參加浩鼎的解盲 原因我已經講過了 孔明說他一生從不涉嫌不走捷徑 他才能夠百戰百勝 所以我們說面對一個股票的解盲 成功很好 可能很多根停板 失敗可能也有很多根往下跌停板 那就是一個大賭了 這時候我們不需要去跟他賭 我們做股票要做有把握的事 經過徹底的分析 這樣買進去 贏的機會很大 我們就要去買 不是要跟他賭大小 10根漲停 10根跌停 不是這樣的 所以浩鼎我當然不會參加他的解盲 那我之前做生計股什麼時候 2015年9月16 當時我說生計股翻多 開始做多這些生計股 有 當時的大盤在這裡 9月16 經過了三個月 大盤幾乎沒有動 生計股 9月16在這裡 經過三個月 漲到這裡來了 為什麼我會做多生計股 原來他是三線販多的架構 所以你要做多一個族群你必須注意 他是符合這樣的條件 也就是說你操盤有一定的邏輯 不是看到一個新聞 然後在那邊川找護衛 那個是鬼扯 那哪是解盤 那是不對的 我們剛剛講肖剛 就是這個例子 所以不是看到一個新聞事件 就來附和他 不是 你的操盤邏輯是存在的 原因在這裡 原來生計股翻多 所以我去做多生計股在這裡 所以那個階段浩鼎 漲了200多% 我就進去參與了 來 當然不是只有做浩鼎一檔 我做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生計股 非常非常多的生計股 那一波的生計股 大概全市場大概 沒有一個人賺得比我多 這是我到12月16號為止的生計股 我大概全市場大概 沒有人賺得比我多 原因在這裡 那我想生計股 暫時碰到這個利空 當然很多股票現行也轉弱了 所以我暫時退出 下一次我要再做多生計股 一樣我會講 我在進場 我現在還是會有很大的利潤空間 暫時我並沒有介入 今天身體因為有點不舒服 所以我大概早上10點多 去看了一個醫生 那個醫生算是很厲害的一個醫生 他是一個醫生也是一個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慈善家 因為他的診所貼了很多 叫人家這個 幫助人家心情快樂的事 好像勸勢 好像一個慈善家 在叫人家做善事 叫人家心情要放輕鬆 要開朗 要快樂 這是我牆上拍的 他說人間煩惱就這12個字 為什麼一個人 活在世上會有很多煩惱 這我在牆上拍下來 他說因為放不下 想不開 看不透 忘不了 因為這四個情形 這12個字 會讓你的人生 充滿了很多很多的煩惱 就是說忘不了 忘不了這張股票有多好 你可能之前買的股票 他講得多好 大力光他有多好 未來EPS有多高 最後股價跌下來 跌五成了 你還忘不了他的利多 因為忘不了 所以就放不下 叫你賣你又不願賣 叫你停損叫你割肉 你又不願意割對不對 這時候 因為忘不了放不下 為什麼會忘不了放不下 想不開 就是該停就要停 該出場就要出場 想不開 把股市的道理看不透 所以很多人煩惱 就因此而產生了 也有很多這個 市場也有一些人 比如說發生一些狀況 比如說他的女兒被壞臉爐走了 然後就不早跑哪裡去 心中不明 然後有的家長 就因為很愛他的女兒 就開始租一台這個車子 然後在大街上廣播 有看到這個人 請你趕快跟我聯絡 當然也招來很多詐騙集團 一個父母女兒不見了 當然心很疼 就開一台車 在全省大街小巷走 走了十年 我都看過那種報導 當然還是一樣 因為放不下他的女兒 忘不了這麼可愛的女兒 也想不開 人之間本來就是很多的意外 本來很多就不會圓滿 看不透這些人生的道理 所以人生就不快了 就很多煩惱了 有些人因為經濟上的問題 面臨很多經濟上的壓力 甚至面臨法律的官司 看不透想不開 碰到很多煩惱 跟人家計較 只有兩個砍起來了 把別人殺傷了 所以人間這麼多煩惱 都是因為這四個字 這十二個字 忘不了 放不下 想不開 看不透 原來如此 那股票市場的 投資人的煩惱 我把它想一下 比較少一點 但是還是有兩項 哪兩項 就是看不開跟想不透 因為這兩個東西 讓你在股市裡面充滿了煩惱 最後很痛苦 看不開 想不透 看不開什麼 想不透什麼 你可能認為一檔股票 非常非常的好 那你買進去了 最後它股票沒有漲 我舉一檔股票做個例子好了 來 比如說我們看這檔股票 叫課程 課程你看它業績好不好 去年業績EPS 23.5 一整年賺23塊 等於2.3個股本 今年前三季就賺23了 所以今年前三季 就把去年的整個獲利都賺進來了 每個月都在成長 每個月都在成長 對不對 加上第四季一定超為23 所以今年業績肯定比去年要好 所以你因為看到這個 業績都不斷的成長 比去年都成長 成長 60% 70%對不對 都一直成長 EPS也成長 對不對 看完這個你覺得很好 然後買進去 最後股價從402跌到200 所以讓你百事不解 你怎麼想都想不開 你怎麼思考都不可能 怎麼會這樣呢 你沒辦法去透徹裡面理解的道理 到底發生什麼情形 公司業績這麼好 EPS成長了 最後為什麼股價跌五成 因為你的錢100萬變50萬了 你會痛 因為它是割了你的肉 不是嗎 這時候你會很難過 你看不開這個股票的道理是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它應該大漲才對 為什麼還跌五成 因為看不開 因為想不透 讓股票透支很多很多的煩惱 想不透這個道理 看不開這個情形 為什麼會這樣 不可能 業績這麼好應該漲才對 為什麼大跌 透明 那我們看另外一檔股票 業績不怎麼樣 這檔股票叫雙紅 EPS1.5 我剛剛可乘 減三季23 你看人家23 4 它才1.5 1.5又沒有多好 你看這個也沒有成長很多 為什麼它會漲3.5倍 很好的沒漲 這個不是很好的 漲3.5倍 所以你會擺思不解 你往這邊看 一直看不到答案 所以很痛苦很煩惱 當然有一天 如果你把這個答案看透了 那股票就開心了 股票就快樂了 你要操作就很容易贏了 你不會踩到陷阱裡面 可成是不是一個陷阱 當然是一個陷阱 人家挖好了一個陷阱 你跳進去了 雙紅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實質的一個獲利空間 可是你又找不到它的理由 你又不敢買 所以投資人為什麼股票 是很不快樂 該買的你沒有買 該避開的你沒有避開 你想不透那個道理 對啊 業績這麼好怎麼會一直跌 對啊 業績成長那麼多 去年23季早就突破23了 前三季就23 我第四季加上去 可能30塊以上了 那成長這麼多 為什麼股價是這樣跌 想不透 搞不清楚怎麼回事 所以股票裡面人生 這個就不快樂了 該避開沒有避開了 該買的 這是應該買的 對啊 這漲三倍應該要買的 為什麼你又沒有買看不懂 奇怪這1塊5怎麼會漲三倍 你搞不懂這個道理 所以怎麼樣 最後股票人生就不快樂 就很多煩惱了 所以投資人為什麼會有很多煩惱 看不開想不透 這道理沒搞懂 你股票永遠不快樂 你做現在不快樂 你過10年還是不快樂 因為你怎麼做都不會贏 所以你怎麼樣才會快樂 很簡單 看開了想透就快樂 原來是這個道理 原來這種情形不能買 當你把它搞清楚了 當你有一套 成功的操作邏輯出來了 你做股票不會一買就套 你覺得很有把握買進去還是套 當你把這道理搞懂了 原來不能這樣買 原來要這樣買才對 你把一套成功道理把它搞定了 理解出來的 投資朋友 我想你的人生就很快樂了 這一套道理 張愛銘剛好有一套 用一個正確操盤工具 加上正確的操作觀念 用這兩個做基礎 你才會產生正確操作 你為什麼股票做錯了 買到可乘 因為你覺得EPS很好 股票就一定要漲 事實不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最後你的觀念錯了 所以你的操作當然就不可以 就不錯 你也沒有正確操盤工具 所以你這兩個都沒有 你操作一定錯的 最後你一定賠錢 這兩個都有 當然操作一定會賺錢 懂意思嗎 張愛銘的操作觀念在哪裡 在這裡 有 這金石糖 群血油都在賣 成品也有在賣 這有101折 這每一本有200折 來 攝影師麻煩一下 這每一本都是200折 200折的股市語錄 這裡還有兩本 這每一本都是200折 總共有600折 加上這一本101折 701折的語錄 這就是正確的操作觀念 加上正確的操作工具 用這兩個做基礎 你就會贏了 那我們又把例子回來 剛剛的可乘 為什麼可乘 業績那麼好 股價不會漲 來 我們說操作 這是第600折 操作的時候 用日線為主 週線為福 兩個都翻多 就是OK的 兩個不翻多 一定要跑 不然會跌死你 當你把這搞懂了 可乘 業績那麼好 為什麼不會漲 原來法尼亞這麼沉重 到這邊 所以我們說 當你到操作邏輯出來了 他會告訴你 答案在哪裡 什麼邏輯 多空搞清楚了 你必須把這套邏輯 把它研發出來 懂意思嗎 當然你沒有 股票我已經研發好了 我給你用就好了 來 把多空搞清楚了 強弱搞清楚了 支撐壓力都搞清楚了 當你把這四個東西 都搞清楚了 股票就沒有別的東西了 所以我們再回頭 過來看可乘 有沒有很多的反壓 有 這一路不是反壓重重 這麼多反壓 綠色 藍色都是反壓 有沒有 綠色比較重 藍色輕一點 這都是很多很多的反壓 這麼多反壓 壓著股票 他當然不會漲 所以這種股票 我當然不會買 我想可乘不能買 我在這個頻道不知道講多久了 很簡單 我們不會去買可乘 要嘛就放空 不可能做多 當然你這個道理搞懂了 這股票跌五成 跟你沒有關係 因為你不會去買 你不會去買這種股票 懂意思嗎 你不可能去買這種股票 最高點400 02 跌到200 不跌五成 402就在這裡 385 有沒有 一路跌下來 你怎麼買 你怎麼套 原因就在這裡 所以說當你把這事情搞清楚了 股票多空 強弱支撐壓力都搞清楚了 這股票就是弱勢的 空投反壓的股票 為什麼 你看就知道 這麼多反壓 這都轉空了 不用看了 那你說這裡有小吳翻多 下面也沒有翻多 那馬上又轉空 反壓又出現了 所以我們這種股票就是不能買 當然你把它搞清楚了 你會去買可乘嗎 不可能買可乘 那你沒有買可乘 你怎麼會有很多煩惱 你不會買到錯誤的股票 你就不會有很多煩惱了 不是嗎 那我們剛剛講還有大漲好幾倍的 我們再舉一些股票做例子好了 這可不可以買 它也跌了五成 為什麼它不能買 一樣我們把剛剛的原理跟大家講 壓力有沒有 它是不是多頭格局 還是空頭格局 它會跌一定是空頭格局 一定壓力重重 來 你有沒有看到空頭把人家出現了 有喔 這裡就是50%的起跌點 你有沒有看到已經開始轉空了 有賣性出現了有沒有 開始轉弱開始轉空了 那如果你看得懂這麼多反壓 你就不會去買這種股票 這50%你就不會賠到 那你就不會有煩惱了 我們再講第三檔 它為什麼會這樣跌 漲不上去了 你看不出任何跡象了 看不出來對不對 你不曉得它為什麼不會漲 這一段漲很多 這一段不會漲 有沒有看到答案 喔 反壓出現了 那如果你這麼高點 這個地方你就看得到反壓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地方你看到很多反壓 那你會去買這種股票嗎 不可能 那這問題不就處理了 就這麼簡單對不對 比如說友達 跌了將近六成 為什麼很多人去買友達 投資朋友 這可不可以買 不行 這高檔就出現很多反壓 壓回來反彈上 一大堆反壓又來了 反彈上一大堆反壓又來了 那這股票怎麼買 你看得懂你就不會去買 這50幾%就不會是你賠的 就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我們再看群創爾一樣 它為什麼會跌50幾% 一樣 這不早就出現反壓了嗎 這麼高地方就出現反壓 你去買它幹嘛 反彈上又一大堆反壓 反彈上又一大堆反壓 那請問這怎麼買 所以這種股票你就不會買 你就不會去賠到這一段了 所以你用這樣的方法 可以判斷很多很多很多的股票 你不會買錯了 比如說宏達店 前面你去買會賺 最近都不會賺對不對 為什麼 反壓出現了 可不可以 這反壓這麼沉重怎麼買 為什麼它不會漲 這反壓這麼沉重怎麼買 懂意思了嗎 為什麼它不會漲 這反壓更嚴重 對不對 為什麼它不會漲 可不可以 你看到這麼多反壓了嗎 你看到這高檔就出現反壓了嗎 漲上來一樣 整個好像生很多大病一樣 對不對 所以當你懂這個道理 好 你會不會買這一段 不會啊 你會不會買這一段 有可能 這一段會不會買 當然不能買 對不對 所以當你懂這個道理了 譬如說宏准 可不可以 這一段不能買 那來到這裡 你要小心 它買點即將要出現 那如果對照 鴻海 母公司 當然它比較弱 你不會去買鴻海 你有可能買鴻准 但是你這一段絕對不會買 這一段是跌得快五成 所以股票的道理就是這樣而已 會不會很困難 說真的也不會很困難 來 譬如說美利 它跌了八十幾% 如果你買進去就完蛋了 高檔有什麼跡象 如果你高檔就看到這麼多反鴻 這麼多賣去 你會去買美綠嗎 你會去做多嗎 不可能嗎 對不對 來 我們剛剛講 雙紅漲了3.5倍 雙紅架構又是什麼 剛剛都是日線翻空 或是週線翻空的 所以它股票漲不上去 雙紅為什麼會漲3.5倍 雙紅的特性是什麼 很簡單 它一定反過來 它一定是日線翻多 週線也翻多 我們剛剛講過 它一定要具備 這樣的條件 它才會漲 對不對 來 我們再看一次 它一定具備了這樣的條件 日線翻多 週線也翻多 它才可能會大漲 那我們看雙紅有沒有這樣的條件 日線有沒有翻多 好早以前就翻多了 週線有沒有翻多 有耶 週線好早以前就翻多了 請問這地方是買點 這會漲很多嗎 不會啊 很漂亮啊對不對 那如果你在這裡就看得懂 這裡買點出現了 好的沒有 你會放棄後面這一段嗎 你會放棄後面這一段嗎 不會啊 那這一段就3.5倍了 它會是漲很多才翻多嗎 沒有啊 所以很簡單 你必須找到這樣一個正確的方法 我想你在古巴桑 就有機會反敗為勝 把你過去輸掉錢 通通淹回來 有沒有道理 這個禮拜 我們要辦三場演講 記得把電話打通完成報名 2016如果反敗為勝 我會教你 禮拜六下午2點在台中 禮拜天下午2點在高雄 禮拜一 收假當天晚上6點鐘在台北 記得把電話打通完成報名 我們把時間交給主持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廣告和來劇情 請到張宇明總經理 歡迎回到漲跌密碼大盤的後事觀察 繼續來請教的是張宇明總經理 好的 我們說很多股票 它會大跌一定有原因 它會大漲也一定有原因 但這個原因不一定是你看到的東西 因為你看到了散戶 所有人都看到了 因為你只是一個散戶 你透過報紙 你透過很多資料查詢 當你看得到全市場都看得到的時候 那個已經反應過了 利多已經不是利多 利空也不是利空了 所以你用那些方法來做股票 你會做不贏 就像我剛剛講的可乘的例子 EPS很好 比去年更好 但是股價跌五成 所以你會百思不解 你會很煩惱 你用的方法是錯了 下一次你要買股票 就算你看對你也不敢壓 因為你不曉得 你這次又弄錯了 所以你要把你對的方法 把它找到 對不對 來 所以我們說投資人 為什麼會有很多煩惱 主要一定很簡單 就是看不開 想不透 因為這個道理你都搞不懂 為什麼他會這樣漲 為什麼他會這樣跌 道理沒搞懂之前 你股票怎麼做 都做不贏了 這道理在哪裡 投資人用很簡單 來 贏家他一定有一套操作的邏輯 這一套操作邏輯 你成功的被印證過的 印證過的東西才可以用 你才可以把你的錢拿來操作 不要當人家白老鼠 都沒有印證過 然後你就拿你的錢去做人家實驗 這最笨不可能 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贏家一定有一套 成功的操作邏輯 如果你用說張愛明 你要做什麼 你要用什麼方式做 張愛明在電視已經15年了 解盤16年了 來 我的方法很簡單 用一個正確操盤工具 這個工具叫做股神系統 用一個正確的操作觀念 我的觀念把它化身成股市語錄 不是用嘴巴在那邊鬼扯亂講 每一本都有 書上都有寫很清楚 這總共有三本 每一本是200級 所以這總共有600級的語錄 包含這一本101者 這一本總共101 所以加起來有701者的股市語錄 這些就是正確的操作觀念 每一者語錄都是一個 操作的故事而來的 看到一個跡象 最後這個跡象 可能傷害到很多人 或是很多人搞錯了 然後把它反省把它檢討下來 寫成一個股市語錄 這就是股市實戰的經驗 用這兩個做基礎 你才能採用正確操作 才能夠賺到錢 所以我們這語錄裡面 其中第600則 我舉一條做例子就好 操作秘訣日線為主 週線為主 兩個同時翻空才可以做多 兩個同時翻空一定要避開 沒有避開疊下去不得了 可能會讓你這個斷頭 舉個例子好了 來 我們看這一個好了 這個叫做美律 為什麼美律會跌八成 投資朋友 一檔股票跌85% 那一定有很大的道理在裡面 你說它不好 為什麼會漲到195 那你說它很好 為什麼195又跌到30 所以裡面一定有很多故事 只是當你看到那個故事的時候 可能股價跌五成了 那你也不曉得怎麼辦 所以你一定要在高檔 你就看得懂這股票不對 要趕快跑 你不能跌到這裡 才知道沒有用 對不對 那我們在高檔有什麼跡象 如果你看不出來 你就會跳到陷阱裡面去 那一個好的操作這個軟件 我們大陸說軟件 台灣做軟體 操作軟體操作系統 它應該有什麼特性 它要能夠很清楚看出一檔股票 多空 強弱 支撐壓力 當你看不到這些東西 你就會踩到陷阱 懂意思嗎 那我們同樣把它看美律 來 這檔股票 有什麼跡象 高檔你要不要知道 它轉空 一定要啊 你不能跌到這裡才知道 沒有用 高檔有什麼跡象 法尼亞出現了 當你高檔看到法尼亞就是要跑了 那這一段根本沒有任何番多 你就不應該去買 你買下去 那這一段就是你賠的 這185 這85%就是你賠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道理搞懂了 很多股票的風險就可以避開了 那我們剛剛講到一檔股票叫做 雙紅對不對 雙紅它漲了350% 為什麼它會漲350% 我們剛剛講過 日線 週線同步翻都就會大漲 真的有 日線剛剛看過 我們看週線的一樣 有沒有 同步翻多了 買訓出現了 從這裡到這裡 這樣就3.5倍 所以2016年你要怎麼操作 就是用這樣方法來操作 你很多風險其實都可以避開的 不管是可乘 不管是美麗的風險都可以避開了 雙紅這樣利潤 你絕對可以賺得到的 我們再舉一些股票做例子好了 來 操縱 操縱雙紅都做散熱器 操縱 週線有沒有翻多 有喔 來 日線 有沒有翻多 有耶 所以你看股票從65塊整 漲165了 已經漲3倍了 原因就在這裡 懂意思嗎 所以你要把這個道理搞懂 用這樣的方法 你就在股票上裡面賺到錢 譬如說 至今 請問這是不是豆頭股票 是喔 好漂亮喔 下面好多賣訊 所以股價從70幾塊 你漲到170幾了 一樣要漲好幾倍了 日線翻多沒問題 週線呢 週線也翻多了 所以如果你按照這個方法來做 投資朋友 你買了沒有賣訊 沒有賣訊就乖乖給它包上來 那你覺得這樣是不是一個賺錢的方法 這絕對是 這絕對是賺錢的方法 對不對 比如說中期 廣通股喔 來 這一段 你都不要買喔 為什麼 反而要很沉重啊 那來到這裡之後 終於三線翻多了 你知道這一段有多少嗎 兩年耶 你兩年都不會買進去 你買進去也套勞在裡面 對不對 到了這裡 有沒有看到它開始翻多了 三線開始翻兩了 一小段而已喔 這裡11 這裡已經21了 已經一倍了喔 你不要小看這幾週 有沒有已經一倍了喔 對不對 來日線 有沒有翻多 有耶 你說這一段有個賣訊 從這裡看可以吧 請問你有沒有翻多了 有喔 所以很簡單 做股票方法就這樣 當你把這方法搞懂了 其實人生就很快樂了 這個禮拜有三場演講 記得把電話打通 完成報名 2016年怎麼布局 我會教你喔 禮拜六下午在台中 禮拜天下午在高雄 禮拜一的晚上6點鐘在台北 記得把電話打通 完成報名 我們把線交給主持人 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提醒觀眾朋友 節目當中的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朋友還是要多力判斷 審生評估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來 抗霜會先吃到那個甜的味道 然後那個酥退的 中間是鹹的 這邊看進去景觀真的很棒 這個牛肉麵 跟一般牛肉不一樣 吃下去的時候 它是一種很淡雅香氣 高雄捷育周邊 有哪些好吃又好玩的景點 昨天本週六晚上8點鐘 東森採聽新聞台 新旅行 他不相信 三天就能找到好人才 現在他要花三天才能決定 請誰來上班 518人力銀行 少人才就是快 518感謝超過22萬企業加入 現在新加入企業專才 全面拔折 你控告他什麼 你控告人家什麼 這次會多少不公不義 他可能就叫客人就賠了 我們現在採的地方是違建嗎 為百姓發聲 追公平正義 週一到週五晚上10點 鎖定東森財經新聞台 五七新聞王 我是徐俊相 帶你挖真相 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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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婷